2022年的樓市是怎樣呢 在春季的時候得到之掛是謙掛 謙掛的意思是 如果在樓市交投比較活躍 買賣交易也會比較成功 比較多大盤或豪宅交投 還有有利山的樓盤 即是近山邊的樓盤會更有利 如果是投資者的話 就可以不妨留意近山區的樓盤 夏天的時候得出一支掛是謙掛 謙掛是謙掛 因為是列揚之掛 是謙掛 也可以說到夏季的時候 交投會比較平淡 轉趨比較多不穩定的因素 還有一些外來的資金或投資者 會把市場搞得波幅很大 所以如果你要投資的話 就要看緊時期 否則有機會今天買高 明天就低出 這樣也不奇怪 但如果你打算自住的話 在這個時候 就應該打油擊的穩守突擊 如果你看到對的事 就不妨出擊 可能會撿到貨也不奇怪 到秋天的時候 就要留意了 因為出了些掛是甚麼呢 剝掛之後會下滑 也可以說在秋天的時候 樓市有機會突然間 會有下滑的情況 尤其是某些區域的地方 還有可能會有一些樓盤 有些不穩定的因素傳出來 令到樓價 令到銀行估不到價 或者樓價大跌 或者恐慌性拋售 或者是撻訂之類之類 但如果你打算自住 或者真的打算去投資的話 這時候也要留意 可能會有很多特別筍的便宜貨 有些可能會想著移民走 或者是突然間 暫停交手撻訂的盤會出現 所以撿便宜貨是這個時候 在冬季來說 經過夏和秋兩個不穩定的因素 冬天就回復正常了 開始變回樓市交投窗王 亦有些外來 或者是交投的買家 就會全部走出來 市場開始變回春季末躍 但亦要留意 如果你真是一個炒家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機會有一些新政策 會令到你炒樓 會有一些不利因素 影響你的投資意欲 但在市場上 在冬季會有一些新項目 新投資會出現 所以亦都是一番新景象 如果你說喜歡看新樓盤 或者未來方向的決定 冬季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先去看新樓盤 跟陸服 我相機械盤 成績